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tegory 是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ertical 大家知道Category是什么意思吗 Category 是项目 分类 Category 一个Category 一个Category 你可能有好几个Category 好几种不同的类别 好几种不同的项目 所以Category讲的是像类别 那么形容词就是类别 可以用来当作分门别类的自变数 可以用来分类的自变数 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分类的很简单的分类的概念呢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如果E0 如果 X等于E 代表他是假班 X1 X如果等于0 代表乙班 X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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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第一个同学是什么班 假班 第二个同学是什么班 假班 第三个同学是什么班 乙班 所以 这种自变数啊 它是在让人们分类的 分类用的 所以这个叫Categorical Variable 它是In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那很多时候回归的很需要这种分类 在眼前的一个例子 很好的例子 Johnson的Filtration 的这个例子呢 然后看一下709月最底下 15-5的这个Table里头 这有10个Service Call 这有10个顾客 来登门造房 那么这个顾客是开车子进来了 或者车子被拖进来了 因为车子呢 有问题 那么每一部车子进来以后呢 最右手边那一行 告诉你 花了几个小时 几个工作小时 把车子维修好 然后让你再车子开出去 那么第一部车花了2.9个小时 第二部车花3个小时 其他意思类推 那么每一部车进来呢 不外乎两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Electrical 电路方面的问题 第二种问题是Mechanical 那是机械上头的问题 所以每一部车进来 它都把它记载下来了 这部车子呢 是什么问题 Electrical Mechanical Electrical Mechanical等等之类的 那么还有一个字变书呢 是Month Since Last Service 自从上一次来了以后 隔了多久 今天还要再 今天又再来了 间隔多久 自从上次维修以后 到今天过了多久的时间 才又来了一次 这个时间长度如果越长的话 代表这部车子 越久的时间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维修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 多久没有维修了 第一部车子 多久没有维修了 多久了 两个月没有维修了 懂的意思 第七部车子 第七部车子 多久没有维修了 九个月 所以啊 这个 这个变数啊 越大的话 代表这部车子呢 可能累积的问题 越多 因为 没有维修的那个时日啊 越长 代表呢 它今天终于爆发了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大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自变数呢 抓住了 又再抓另外一个自变数 叫做Type of Repair 就是说 你这部车子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电路还是机械的问题 那么同学你们 不是练理工啦 这边有 有没有练理工的同学 我对机械方面比较了解 车子的机械问题比较难搞呢 还是电路的问题比较难搞 电的问题比较难搞 还是机械的问题比较难搞 都难搞 所以你们今天才来练管理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不太通理工的同学的话 平常不碰车子 不碰机械 不碰电器的 大概 我发觉这个东西都很难搞 但是我跟你讲 汽车维修工人 他会告诉你 你这部车子容易看 电的问题的话 哇 头大了 如果是机械问题 哪边漏油 哪边漏油 就是那个漏油 就是漏油的地方 把它拆下来一看 换一下就OK了 电的问题 难 车子发不动 发不动怎么办 你看 这个钥匙一转 没声音 没声音的话 你发现什么问题 那还简单 发动器问题 电的问题 可是哪个地方电路锈抖呢 问题是哪个地方锈抖 我们都知道是脑部锈抖才是锈抖 对不对 但是车子呢 每个地方都很锈抖 那你要只好乖乖的拿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电表啊 一个一个哪个地方去测试 要测很多次 才能够抓出哪个地方锈抖 你知道吗 哪一段要换 所以啊 一般来讲 那维修个人如果碰到电的问题啊 都头大 所以电的问题难搞 机械问题 就直接看嘛 目测就可以知道 看得到哪个地方有问题 好 先来了解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以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 710页翻过来 我们把Y呢 界定为呢 维修的时间 维修的时间呢 是 上一次维修间隔的时间长度 来当一个自变数 所以month month 这个概念呢 这个自变数就是解释 上一次维修以来 到今天为止呢 间隔多久没有维修了 间隔多久没有维修 month 如果只抓month 这个自变数 来解释 时间的话 维修时间的话 你看他解释的好不好 53.4% 不怎么样 好 不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好 刚刚那个数据啊 特别看一下 709月底下的那个数据 如果 X1 他 当做month since since last service 上次维修时间 多久以前 当做水平变量 why is repair time 修车 修车时间 现在你把这十部车子的 把它标出来 你不要再把它标一下 你发觉会得到像712页 712那样的一个情形 就像这样子 你看到这样的图啊 这样的scatter plot 这样的散步图 你很想说好吧 那我就画一条线 我就画过去了 我画过去以后呢 我发觉你看看 你看 你看这个EI 到不到 整个这样的图形来看的话 你研判一下R square 会多高 大概0.54而已 对吧 因为它上面写的0.54 但是事实上 我们用目测也可以 约估设下 绝对不会0.7 这0.5而已 了不起0.5而已 是吧 那0.6当然不好啊 怎么办 你批评加一些自变素下去吧 你加了100个自变素 终于冲到0.9了 哇 你看我模型多棒啊 可是 对不起你灌水了 你抓那些自变素不怎么样啊 不好啊 我们要的是什么 抓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自变素 真的能够去解释维修的 所以呢 人们就在想说 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它当作 同一种类型的来研判 来研判它的话 你只找一条自变素穿过去 你发觉那EI都蛮大的 现在呢 思路改变 思路改变你发觉 你一直在想的 奇怪 这些数据看起来好像不是同一笔数据 好像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车子 好像隐隐约分成什么 分成两类 这边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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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啊 课本啊 一直叫你们要做散步图 为什么 一直很简单的叫你们做 scatter plot 看到没 你们不要以为 scatter plot很简单的东西 好像是 觉得 太对不起你们的学问 啊 怎么这么简单的事还叫我们做 我跟你讲啊 不要小看 目 侧 你用眼睛 用人类的这种 独特的一种灵感 一种视觉 产生一种智慧的认知 你用眼睛去感觉 用你感官去发觉 你发觉 看没 两组东西嘛 你为什么帮同同一组呢 你当同一组来看 当然就不好了 你把它分类 你会发觉 我把它分类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了 很好的结果 啊 所以你光只是看 709月底下1515的那个table来看 你用数字来看 你看不出来 可是你用几何 输出图形 反而能够勾起你很深的灵感 啊 很深的一些见解 好 这么一来的话 怎么样呢 去让他能画出两条线出来 所以显然呢 这里头必须要放一个什么东西 放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进去的 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呢 就成这样过来了 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呢 那categorical variable呢 它就再放进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这个同学你看 它在710页底下 那个table 它就把 就把 就把 mechanical 界定为0 electrical 界定为1 所以 所以 紧接又要再介绍的第二个字边数进来 这个 第二个字边是type of repair 1010这样子 放进来 所以你的数据不再只有一个了 不再只有一个x1了 你可以把10笔资料呢 每一笔资料呢 都增加了一个面向 就是它是哪一种类型的问题 那么 只是一笔一笔一笔这样放进来 然后 repair time 是y x1 能能保持是month 上一次维修的时间 然后呢 把这个x2这个面向放进来 加到minitab去跑 得到711页 15-8的那个 那个报表出来 你会发觉 在这个报表里头 你得到的结果 r2 要升到 85.9 啊 r2 增加很多了 从 53.4% 增加到了 85.9% 那么如果从 回归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画图 你报表上面呈现的回归固测线 y hat 是等于什么呢 拖鞋看是 0.93 3 加 0.38 x1 加1.26 x2 我们知道x1是代表上次维修间隔时间 x2代表你是哪一种类型的问题 跑的整个回归模型是这个样子 得到这样的结果你怎么去解释它呢 我们说了 y hat 既然 x2是属于type categorical variable 我们就把它分类来看 好 x2如果等于0的时候 given givenx2等于0 y hat bi y hat givenx2等于1的时候 0.93 加0.388 x1 加上 1.26 谁等于什么 0.93 加 1.26 1.26 當作它的常數項 再加上0.388X1 所以這兩條線啊 後面這一項完全一樣 前面常數項不同 略微不同 所以 具體顯示出來 這條線 還有另外一條線 先射箭再畫靶 射不中把靶移動一下 射中 看到沒 就是這個意思 先射再畫靶 百發百中 沒問題 所以我現在兩條線 第一條線你看 是這個地方 0.93 這個地方是 0.93 加 1.26 看到沒 所以差別是什麼 0093 是它的y intercept 就是y擷具 然後這0.93 加上1.26 所以這一段呢 這段是1.26 所以這一段是0.93 這段1.26 所以這個高度是 兩個相加 高度是這樣 所以兩條線 斜率完全一樣 差別只是它的y解決 這就是 你做所謂的 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的好處 它可以把你的數據啊 分門別類 那你得到不同樣的結果出來 OK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發覺呢 你發覺它的EI啊 它的所謂的這個 你看它的 ERROR 你看 你看ERROR是不是差很多了 原來的ERROR像小黃瓜一樣那麼長 現在的ERROR只是這樣什麼 像豆芽菜一樣那麼小 看到沒 是明顯是不是不一樣 對吧 所以你把它加一個自變數下去 它的ERROR變得小很多了 你如果沒有加ERROR下去 沒有加那個 那個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進去 你每一個東西啊 它的ERROR都很長 所以從這地方 確實可以看出來了 你加一個Categorical variable下去呢 效果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可以看一下 712這邊來看 那麼 這個是Categorical variable它的好處 這個例子很鮮明的 告訴我們說Categorical variable 是已經變成一個必要的 一個工具 你如果想要很 很精準的去描寫Data的話 很多時候你是有需要把它分類的 那如果就情況來看的話呢 EY應該是Beta0 Beta1 X1 Beta2X2 EY 當X2等於0的時候 是Beta0加Beta1X1 後面不見了 等於1的時候 Beta0 Beta1X1 加到Beta2 看了沒 後面Beta1X1 前面的 結局不一樣 這個是 同學們如果有Categorical variable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進一步加以分析的時候 就是把 把那個Categorical variable去分類 等於1的時候情形如何 等於2的時候 等於0的時候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可以畫很多不同的狀況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 Beta2X2怎麼算 Beta2X2怎麼算 Beta2X2我不知道怎麼算 我只知道怎麼算Beta2 你知道嗎 這樣懂了嗎 Beta2X2我不知道怎麼算 抱歉 我沒辦法教你 大概事業上也大概沒有人可以告訴你Beta2X2怎麼算 可是我告訴你Beta2X2要怎麼算 好電腦 電腦可以幫你算Beta2X2 就是Beta2X2然後Beta2X2 對啊 電腦就這樣啊 這也 教助教教教你們怎麼怎麼跑啊 就這樣子啊 明天會教你們做一些什麼事 現在有沒有跑電腦啊 我想看看 報表像哪邊 像15至8 15至7 711頁 711頁 上面那兩個報表 就是你跑Beta會跑出來的結果 14張作業你們今天教過的作業有沒有跑 有沒有教 洪志文有沒有教 有教 你有跑電腦嗎 有喔 對啊 怎麼還會有這種問題呢 電腦就會自動會幫你跑 你一定有什麼困難對不對 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困難嗎 沒關係說出來大家聽聽看 有什麼 你說Beta2X2V1 V1怎麼跑怎麼算 電腦幫我們算耶 這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關係 好我們看一下啊 有問題再發問 我們看一下 713頁這邊開始再談一下 你有其他更 稍微複雜一點的一種 Categorical variable的情形 沒有踏遮 可以吃的是 可以吃到嗎 可以吃到 我們可以吃嗎 有什麼事 先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 B C 三种状况 三种状况你只需要拿一个两个 就可以了 我把它颠倒一下 不要跟各位同学产生困难 A B C 三种状况 三种Categories 我只需要找两个Categorical Variable就可以了 那怎么界定它呢 我说你有三种对不对 我找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我就说 是针对第二个来表示 第一个是针对第二个来表示 第二个针对第三个来表示 所以第一个是E 如果是B的话 如果是非B的话 就零 第二个是针对C来表示 如果是C的话那是E 如果非C的话 那它就零 OK 这样一来的话 你看 A A的时候呢 X1是什么 非B 非B是B X2是非C A是非C啊 非C的 所以 X2这点 B的时候 对X1来讲的话 A是对B来表示 如果它是B的时候 它是E 非C B是非C啊 非C的 C的是对X1 X1呢 是对B来表示 所以C的对X1来讲 它是非B 非B是0 X2对C来表示 非C 哦它是C啊 所以X2是E 对不对 所以 你们班上 您班有多少人 您班 40几个人 您班是几个人 1号 1号 2号 3号 一直到了 还比说45个人 对不对 那我Variable 又用几个 我找45个人 我要找几个Variable 45个要找几个 44个 所以X1 X2 X3 X4 Install X44 那 X1 X1是界定谁 X1是界定这个 2 2是X1 2对X2来讲是非 飞3 飞3 飞4 飞5 飞40 45 第三个同学 第三个同学谁界定他 第三个同学是 这是X1界定他 这是X2界定他 这是X1 这是0 然后这边是 1 1 这边下来 全部都是1 其他都是0 那都是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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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亲非故 没有人界定他 所以X1 拧了一堆鸭蛋 OK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你任何多少个 类别的话 你都可以用 比他少一个的 这样的 Category Variable 表现他 每一个Category Variable 都是1 或者0 1 或者0 这样接应他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这边 713页 这边所讲的例子 那么由于这样 界定呢 你的 像刚刚这个Case 的话讲 你的 E Y 是 这个 Veta0 Veta1 X1 Veta2 X2 是吧 那 你看看 EY 当X1等于0的时候 当X1等于0的时候 再来看好了 如果是A的时候 A的时候是X1 X2等于0 所以当它等于A的时候 X1X2等于Veta0 Y的期望值 在 V种状况的情况下的话 V种状况是 X1等于1 X2等于0 X1等于1 X2等于0 是Veta0 加Veta1 X2等于0 C的时候是Veta0 那这是0 这是1 加上Veta2 这样 所以有分门别类的话 探讨的问题就很简单 就是分类 看哪一种类型的时候 你的回归方向式会变成什么 哪一种状况之下 你有三种状况 每一种状况 它的回归方向式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可以完全讨论 这是在做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的时候 会得到的一些好处 感谢观看